哈囉大家好我是虛雲 那這個在經過直播崩潰的直播兩個小時之中呢 也大概稍微玩過總力戰 然後也拿出了一點點心得啦 那第一個就是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系統算還蠻有趣的 我得說這個系統還蠻有趣的 但是呢好我要來補彈書了 就是因為這個系統是新的系統 所以它的優化呢講難聽點是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我在直播中的遊戲體驗呢 其實嚴格來說不算太好 那相信這個畢竟是新的系統啦 所以剛出的時候這個爛爛的勉強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之後復刻就是再次辦新的這個總力戰的時候 就會希望這些問題都可以獲得比較好的解決 這一次我們第一次我都會比較放低標準 但整體來說這個系統還算是蠻有趣的一個東西 那目前來說呢總力戰有分幾個 就是拼傷害的 然後總力戰分數 還有可以打任務跟晶片這樣 那任務跟晶片的話我覺得 因為它有幾個任務是刷傷害 那我覺得以刷傷害的任務刷完之後呢 你之後還是要以打這個速通為主啦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它這個所謂的100兆啊50兆 其實給的獎勵沒有到特別特別的好 那所以就看自己 那我不確定這個有沒有會包含70個啦 我看一下喔 70個任務加73 那應該是100兆也要打完 所以其實你傷害的任務解完之後 我覺得就要以速通為目標的來打 那速通要怎麼解呢 速通老原則速通就是直傷 直傷怎麼做 直傷第一個就是你帶屬性對應 好 屬性對應會幫你很好心的跳所有的技能 屬性對應完再來就是你要放一些 這個直傷炮威力增幅的 然後直傷炮威力增幅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是幹哥吧 幹哥是有幹哥就很經典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就是幹哥加上 這個木的墨子 我是木的墨子 木的韓飛 這兩隻就是一炮就是兩億 然後我就是直接把一條血帶走 那當然這是前面兩個東西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編成隊伍的時候到底要注意些什麼 第一個就是你要刷傷害的話 你大概真的要花大概4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來組陣容 我剛剛直播大概真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都是在想隊伍想東西 然後這個傷害分差不多四個差不多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以打直傷去來組 那打直傷的話其實組起來真的比較輕鬆 像我這個就是第一個 角色卡面我覺得打直傷隊其實就不太重要 那就是像我是放莫子的 韓飛的技能就是直傷炮 然後呢被動我有配上幹哥的 這個自身 威力提升的一個 的被動 像這個威力提升的一個被動 其他 正常來說 這樣子就夠了 然後你們就會發現我三圍 我三圍怎麼看起來 我的這個主動技的三圍看起來特別特別的不一樣 因為呢這個系統有一個很特別的 是可以改變隊友的三圍 那在這個隊伍能力值總和下面 那他就是照比例分配 就是像我這邊正常來說啦 就是大家會平均分嘛 那如果你是要集中直傷的話 你就是讓所有人好就是這樣都是1的話就是平均 那我現在呢就是要讓所有人都是1對不對 然後我就讓負責直傷的那個人 拿10 好就是拿10倍的量 然後他就有快370萬的 的攻擊力 然後370萬的攻擊力加上直傷炮 然後再加上幹哥的被動增傷 好就是這樣一炮就是2億 啊帶掉一條鞋 好去刷這個100次的S級 正常來說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要拚傷害的話 就真的要花比較比較多心思 在組陣容上面去慢慢洗啦 那當然這個系統其實對新手是相當的不友善 就嚴格來說算是大佬的玩具 好那這個算是大佬玩具 所以 而心入坑的玩家 你想說你要來打總力戰 我就會建議說不要花心思啦 還不如在農一般的樂園活動會比較正常一點 這個大概是遊戲遊玩的部分 再來就是 遊戲體驗的東西吧 再來就是體驗喔 那我只能說這個遊戲體驗只能講 真的是極差 真的是極差無比 平常真的玩這遊戲 夠卡了 平常玩這遊戲真的夠卡了 在這邊 把它更卡 你看這個更卡 這個更卡 尤其我受不了最重要的一個點 每當我只要進到這個 編層隊伍對不對 然後我退出來 它就是會卡住 第一個會卡住對不對 卡住完了之後呢 就會空白 空白我就要再按一次返回 然後又跳出來 然後又再卡兩下 然後如果你在這個空白返回呢 按太多次 按太多次 它又會跳回陣容裡面 來我給你們看喔 你看喔 你看 每一次點擊都會卡 我這樣點對不對 我多點了幾下 我就 我就隨便亂點幾下 它就卡住了對不對 然後又回來了 所以 你知道嗎 這簡直就是在訓練你的定性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應該是系統上面 可能 因為要計算的數字非常大 然後非常困難 所以它 很卡 那我也希望這個部分真的可以優化 不然這個 真的是 給予各位 極差的體驗 真的是極差的體驗 你看 每一次出來 都要拉頂一下 都要拉頂一下 我連這個回到主畫面都要卡 然後呢 這個 平常主畫面這個就會稍微卡一下 這個我已經習慣了 然後我們就是進到這邊 可是其實後面的一般的活動呢 就是 就都很正常 都不會這樣子卡 所以就只有 就只有在進到總立戰的這個界面會 卡的跟北七一樣 那我只能說 希望這個卡的跟北七一樣呢 好吧 我勉強可以忍受到這一次 活動結束好不好 那下一次就真的可以 把這個 很卡的隊伍呢 問題 改過 其他來說 我覺得以系統來講啦 算是蠻特別的 但是 相對性的 你就是要把所有的角色都 技能組都要背的蠻熟的 如果你技能組沒有背熟的話呢 真的蠻容易記錯 然後 像我自己也 有一陣子都在找角色技能 然後都只是因為 對我忘記那個角色技能 大概長啥貓樣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其他部分的話 我覺得 都還算還好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蠻 特別然後也算是一個 新穎的一個遊戲系統進來 但相對性的還有很多東西要改進 不管是在UI的上面 他真的不是那麼的人道化 然後以及卡頓上面真的是 沒有讓人 大家真的那麼容易受得了 就算我算好脾氣了 但是我大概就是噴來噴去 罵來罵去 然後就是在一些 UI界面我希望還可以再微調啦 因為他有一點點違反人性化 然後我大概 組錯隊進去大概 6次有 所以我大概光是噴的那個 快500體 我就真的快噴 噴了快500體 就是因為進錯隊 那我也希望 這個 選擇陣容的系統呢 可以在 稍微再優化一下下 然後就是卡頓可以再優化一下下 大概是這個 大概是我整個 整個玩 這兩個小時 玩這個總力戰的 小小的心得啦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總力戰 還有別的想法 或是別的看法 想要跟我們討論的一下 當然也是可以再跟我們講啦 那 樂園的部分的話 就因為還沒有玩 那明後天應該就會再來出個 呃 實戰後分析 也可以吧 但 總力戰來說我覺得 整體來講是還可以接手 但還有很多可以在改進的空間 那就 大家 還有問題就可以再問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